讲一下中海油 收市后公布了首个业绩 顺利增长1.3倍 赚343亿人民币 主要都是受惠油价和销量上升 同时专派了股息每股1.1.8元 这是一个港币 管理层有说 中其实就是包括了5毫子的末期息 和6.8的上市20周年特别息 中海油不用说了 前排就很受惠油价 但是因为业绩是过了去的 大家都知道的东西 现在来着 当然阿派的息对股价的刺激有多大帮助 当然我们已经看到 现在开始前间涨超过6% 应该都哄得大家不错 你怎么看业绩之后 中海油如果有货又怎样没有货 其实中海油我想 我自己本身还没计业绩 还没计业绩公布之前 我就说过 不是10.2大家考虑的 因为我觉得在股价上都升了很多 或者反而有很多好的因素 但是当然了 这次出了季绩之后 是比自己预期还要多个惊喜的 我想大家看的惊喜点 一定不是业绩的 是特别识的 因为这次特别识的压度 也比预期更多 因为很简单去计算 当然可以一来这么说 结果对延返承诺 因为之前出过去年业绩的时间 他那一刻就说不排不公布 要回A 是的 因为要回A 末期特别股息 各样也好 加上一个1.8 刚才Arain也说了 当中有6.8 是来自末期识 或者5.8特别识等等 但是加上 因为他中期的时候 其实也有派息 中期当时是派3.8 虽然你以去年的中期 加上末期1.8 其实去年全年 你只可以理解派1.4.8 如果1.4.8 我想大家都会计算股息率的 你不要计算现在AO对出来升6% 可能你还没计算 计算昨晚收市价 收10.84来计算 1.48的息 但是昨天收10.84 其实你再过来也知道 是十多厘的股息 所以这么大的惊喜 一定是有一个夹上的 还有他同时公布这个特别息之外 其实他也保证了 但是接下来这两年三年 那个牌息的情况 一来那个牌息比率 不会低过死产 二来最少 每年都不会少过7毫子 所以就算你当你每年 真的牌7毫子 最低的数也好 也都一样 落下昨天10.84的收市价去计算 7毫子超过10.84 其实接下来几年 那个平均息率 都有6.5厘左右 其实是一个挺高的位置 所以刚才提到 其实这一转 大家一定不是忘了业绩的 从上去看息计算 就已经觉得很吸引了 当然你说业绩也是漂亮 漂亮的地方 当然是很跟着油价 因为他今次的季积 这么强的增长 特别当中看了他实现油价 去到90多元以上 按年升幅是六成多 其实这个是跟着到 那个国际油价 特别是报友的 连销量也有平均增长 所以你可以说是受惠了 价量齐升的情况 所以业绩一定是比较 或者加上价值 一定是很有惊喜的 所以你说这一刻开出来升6% 或者挨禁花之前高位那些 11.8这些位附近 其实真的不奇怪 或者可能短期升一升 也不奇怪 但是主要刚才都问到就是 有货没有货怎么办呢 有货当然恭喜大家 甚至乎过去这一个几星期 其实估计都挺刺激的 是 但是都持有11.10 那抵着大家赚了 一定是继续持有货的话 因为也都要等下一个随正 但是未有货 我觉得就不会建议这些位置追的 说真实话 虽然刚才说了一堆好东西 但是你都好歸好 都没有必要坚强高追的 因为刚才都说的就是 你认识没有再有客户人 但是最终都是会随正的 很害怕就是你硬抢高原 而到后又随正的 就算你看中线好的 你可能等之后没有机会回调 或者是随正完之后才买 我觉得就不要说减弬 今天要问完勇计上车 我觉得如果你说 部署上说就